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不仅仅是派出侦察机进行侦察 还派出了B-1B B-52H轰炸机 多次抵禁我国敏感海域导礁进行模拟攻击 而且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美军很有可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轰炸我国神工导礁 难道美国真的会如此疯狂 要挑起争争吗 大家仔细观察 美军进来的动作就会发现一些端倪 首先对我国展开全面的舆论攻击 然后在我国海域周围频繁出现两到三艘美国航母 曾经有军事专家研究 在美国在一段的时间内及其三艘航母将很可能是发动战争的前兆 不仅如此 近来美军的侦察机就没有停过 几乎每天都要派一两架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抵禁侦察 从历史上看 这几乎符合美国每次发动战争前的准备工作 舆论准备 集结航母以及信息收集几乎都已经完成 那么准备工作几乎都做完了 下一步最大的可能就是发动战争了 那么 我军对此有何反应呢 或许大家都发现了 我军近期对于美军的各种挑衅都保持了克制 难道我军怂了吗 当然不是 我军只是不想打 不代表不敢打 美军虽然老在旁边像苍蝇一样很烦人 但是 他确实并没有进入我国沙尔海里之内 难道就不管了吗 并没有 我军最近频繁进行海上演习 其实就是一种对美军的武力警告 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我国这次对于美军的挑衅完全没有几年前那种急躁的感觉 其实是因为我军早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平时不吭声 一旦进入沙尔海里直接击沉 中国有去老化 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 不论他们在外面如何叫嚣 我军一直在闷声干大事 海岛由于远离大陆 想要长期固守就必须修建军事设施 以支持大量士兵及武器进出 并且将他们纳述到统一的军事部署网络中 近年来 我军的人工岛礁面积已经超过了八平方千米 并且修建了大批军事设施 并且 我军定期进行巡航 前段时间不就有一艘美国舰船被我军护备舰驱逐了吗 说明还是很有效果的 然后最重要的两点就是 部署武器以及修机场用来停放战机 目前 我军已经在多个岛礁上部署了红旗9 防空反导系统以及730进防炮防空系统 并且机场也已经修建了起来 可以用来停放和使用航空兵力 可以说 我军已经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如果美军将我们此时沉默地当作胆气的话 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使用兔子登鹰了 不知道美国是不是也向我们如此期待 对我国军事封锁新招数 澳大利亚充当极先锋 中国海军盟友在哪儿 美国国务卿蓬佩浩在2018年表示 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威胁 程度更在俄罗斯之上 今年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伯同样指出 我国是美国首要战略竞争对手 俄罗斯带来的挑战都比我国要小一些 可见随着我国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 美军是越来越着急了 针对我国的手段也更加层出不穷了 近日 美军再次发起对我国军事封锁的新招数 企图压制我国的发展速度 央广军事8月20日消息 美军正准备和澳大利亚建立一个 针对我国的绝密防御合作框架 据军事专家梁永春表示 这一次 美号联手对我国展开军事封锁的计划 可能包含了在我国南部海域开展联合演习 在澳大利亚增加兵力部署 针对我国的中远程单道导弹 以及加大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力度这四个方面 这次美号联手一旦完成 对我国相当不利 这次 澳大利亚可以说是保持了一贯的作风 充当起了美国针对我国的极限风 一旦澳大利亚协助美军 加大了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力度 那么我国导弹的拦截能力就将进一步增强 同时 如果美军在澳大利亚部署了中远程单道导弹 打击面将覆盖我国 南部海域以及局部本土 这样 我国海军的活动半径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压缩 美国海军在我国周边海域形势也将更加肆无忌断 美军这些针对我国的战略施压持续增强 不仅针对我国经济的封锁和限制不再做任何掩饰 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上就更加嚣张了 在今年全球爆发新冠疫情的时候 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母就火鸡火燎地赶到西太平洋 接下了对我国秀肌肉的大棒 本以为被疫情干趴过了 美国海军也该消停消停了 但是美军偏步 甚至将西太平洋的局势 带向了武装冲突的悬崖边 那段时间 三大航母战斗群停在了西太平洋 里根号和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两次携手进入我国南部海域演习 随后 里根号航母更是拉上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大利亚海军 又一次组成大编队开进了我国南部海域 除此之外 美军侦察机的出行率在7月不仅达到了67架次 甚至一度飞至我领海仅40余海里 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实力很强吗 这不见得 那美国海军又为何敢如此嚣张 别说美国海军现在就剩下一个里根号航母战斗群了 就算三大航母战斗群在中国海军现在的军事实力面前都不够看 但是没办法 虽然我国这些年军事实力的持续增强 很多人不再愿意充当美军炮灰了 美军毕竟在全球嚣张了这么多年 澳大利亚这样的即兴风还是有不少 而这些所谓的盟友在美军对我国战略施压上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那么中国海军的盟友又在哪里 要说中国海军的盟友其实早就已经准备就绪 成熟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海军节上所说的 俄罗斯海军的盟友只有陆军和空军 中国海军同样如此 中国陆军和空军是中国海军最坚定也是最放心的盟友 南海周边国家不愿意随着美军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谁都明白 以中美这种体量级的对手 在战场上被发现就意味着被摧毁 美军双航母战斗群的演习看似热闹 场面壮观 但如果是在战时 他早就经历了解放军的导弹与洗礼 不会死也会脱层皮 也就是说达不到所谓的威慑效果 这些表演也就美国国内那些反华政客看得高兴 五角大楼也可以在国会讲故事片前 但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南海的局势 大浪逃杀 美军航母战斗群来了又去 只有解放军牢牢定在了南海 美军航母战斗群的遭遇说明了一个事实 中国对南海态势的掌控能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解放军在海军就是定海神针 无论域外国家书和本领通天 也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